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公鱼板鲜嫩爽滑 白酌章鱼 做法更是不一般 风光如画 气候宜人 福建敏菜味道又是如何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消费主张由五两夜特约播出 今天我们要带您去探寻福建的美食了 福建可是一个非常美丽宜居的地方 一山傍海 气候宜人 东南特色的美景和美食 是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游客 说到美食 福建的敏菜可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由于很多地方都是毗邻大海的 这敏菜自然就以烹制 山珍海味而组成了 您知道的福建美食都有哪些呢 在福州 厦门 泉州 这地道的风味小吃 可以说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而且他们都是深藏在 街头巷尾的小食店和小食摊当中的 下面就赶紧跟着我们的记者 到福建走街串巷去探寻美食 瑕浦县地处福建省东北部 海岸线在福建省排名第一 长度达404公里 来瑕浦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 也是众多游客来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钟金葱是瑕浦烹饪协护的会长 他向我们介绍说 要想吃到瑕浦第一道的滩土小海鲜 一定要去泰坑路海鲜一条街 我们在福建是八名海鲜出瑕浦 八名海鲜出瑕浦 那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海鲜最有名 我们海鲜最有名 而且我们这边的海鲜都是滩土海鲜 有小海鲜 还有我们现在品种是有一千多种 滩土海鲜有七百多种 滩土小海鲜就多达七百多种 这些小家伙都是什么样子 味道如何 中金葱为我们推荐了几道 闻所被闻见所未见的西汉食材 他们都是何方神圣呢 我们本地是叫建称 但是它的学名是叫尖刀 尖刀称 这个是在中国是稀有的 在瑕浦是特有的 别的地方就很难建造 别的地方很难建造 那瑕浦这道菜 真的是我们瑕浦独有的一道菜 补量非常少 而且它的口感跟它的品质 是跟其他称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其他称是壳很厚 然后它这个品质非常薄 它的做法有好几种 一种是移路 我们下路来办的 还有一种是做蒜笼 正常我们瑕浦都吃 这两种比较多 这一盘在我们这里的售价是多少 像这类的村子比较难得 像今天的价格 我们现在一定在130到150 不得看大小 这是只是食材的家 这个食材的 食令店 那要是再烹饪出来 可能还要再加价 我们在卖138 138 但这个东西不经常有 但是能吃这个 能懂得这个东西的人 也不会嫌这个东西贵 这稀有度提高的建称 绝对是海鲜街上的明星单品 即便是峡谱本地人也很少见到 更别说外地游客了 要想吃到 基本上只能靠缘分了 除了建称 这家大排档里 还有一道同样难以煎到的菜 叫做锅被蒸蛋 虽然食材并不稀有 但是采集起来非常困难 它的学名是叫江金鲍 我们这个是属于原石上面的一种类壳类 也会长 原来这叫小鲍鱼 这种的价值跟它的品质会长 对 营养价值也很高 这个从外形上看就跟那个鲍鱼真的很像 对 原来小鲍鱼 但是它这个价格比小鲍鱼甚至高很多 比那个小鲍鱼还要高 对 因为这个是在现在很少了 在原石上面它挖的情况下 那个都是也是移民的 也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冒着一些生命危险 然后才打价来 价格一般也不盘价的 建车和锅被以稀有取胜 而接下来这个美味可以说是在当地家喻互销 它是小鲍鱼婚宴上出厂率最高的一道菜 要是在婚宴上看不到这道菜 鲍鱼们就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这究竟是一道什么菜呢 我们叫红权八宝有一个意义就是红印单头 我们这边有一个压城的地方 城镇它那个是海水跟淡水交接处 所以它那个红权是壳比较薄 胃比较鲜美 这个味道从此应该很丰富 很多种味道 它很多的配料 你吃完这个呢 其实说就是吃我们这个糯米饭的时候 可以吃到我们这个红权的味道 它蒸完那个汁 蒸的时候它的汁全部漏了 那个糯米里面流了 其实都在我们饭的这个味道 它本身它的这种红权的这种鲜味 完全已经进到这个糯米饭 对 糯米饭也有味道 它和我们平常吃到的糯米饭 就完全是两种感受 那不一样 它是没有海鲜的味道 我们这个世纪来是有海鲜的味道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八宝饭 但是我们地方海鲜八宝饭 就是我们的特色 这个熏八宝饭 对 这家大排道的荤菜是道道有特色 而素菜也丝毫不含糊 手去一指的就是凉拌海带苗 海带很常见 人人都吃过 可这海带苗估计大多数人连听都没听过 这菜到底啥味道呢 应该很多地方都有 海带有 但是我们是福建的话 小谷是最好的 我们现在海带是中国 海带之江 所以这个不一样 然后你们看一样 我们正常海带一颗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是一颗是非常小 这就是一颗海带 这个是苗 苗 对 就是刚刚种下地 大概在二十天左右就开始收割 所以这个产量不多 只有小谷有 非常嫩 它这个口感非常嫩 非常脆 这跟我们以往吃到的那种 你如果是吃完这个 应该不一样的 你吃完这个海带苗就不想吃那个海带 我们现在很多的香味者 这个好吃 其实就吃完感觉就不一样 非常嫩 在第一家大排档记者算是开了眼了 品尝到了很多稀有罕见的美味 中金聪说 西海海鲜在这条美食街上还有不少呢 这个是米架 这个我们叫米架 这个叫米架 火手 对 全名叫火手 这是在我们盐子上面 退桥的时候才能挖得到 而且这个很珍贵 帽子生命危险 提挖着来的 所以我们一般去买的话 对 特别难得 然后我们一般都不会跟他讨价还价 就人家开什么价 对 对 对 是这样的 火手罗样子丑丑的 看着可不讨人喜欢 所以出次来虾谱的外地游客 对于这种美食 都有点难以下嘴的感觉 这道比较应该怎么吃呢 一般我们吃的话 就是你这个裙部剥开就可以了 把手指再捏开 然后简单地甩一下 你整个都就出来了 看 都就出来了 我们主要是吃的 主要是这段肉 好 那这个再试一样 是 拍一下 你也是自己吃饭一样 我们主要吃的是这部分 对 吃了这部分 但是从这样来看还蛮漂亮的 这个味道也非常鲜美 是吧 看着应该是什么 尝一下 尝一下 接下来 钟会长又会给记者推荐 什么稀罕的美食呢 我们本地叫苦萝 这个打出来这个萝卜呢 这道菜做得非常好 我们小谷这一道叫碎萝卜 葱油萝卜 曾经在北京获过金奖 这道菜吗 对 在美食大赛 我们就是把它打成了装成碎的 对 然后呢 为什么不要入味一个 还有一个这种吃法 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它有时候不是单独这个品种 它还有其他的萝卜 腊萝 苦萝 好几种口味 很多种萝的种味 对 作为北方人 记者一直对于吃萝这种美食 比较头疼 因为把萝卜从壳里弄出来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等这道葱油碎萝端上来的时候 记者发现这个难题迎刃而解 这个是萝卜 葱油萝卜 葱油 对 你之前看到的就是打碎的那个 你可以尝试一下 来 用你的 这个是胡萝卜碎的 对 一定要一个汤汁加一点点的碎萝 一点的肉 一整勺一整勺 多一点 然后含在嘴巴 给它味道 然后把壳再慢慢吐出来 吃出它味道还有里面的肉 对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吃法 就是比较新 吃的就是它的味道 我首先讲一下我的感受 我以前很排斥吃这种萝卜肉 因为我不会 它不会飘 特别不擅长往它飘 但是这个倒是很方便了 对对对对 新生一息 萝卜肉全都吃到嘴里了 这个就是给懒人吃的这种做法 但是它很中味啊 很中味 主要是中味 所以它一定要带点汤汁吃 然后跟肉咬在里面 像我们看瓜子一样 福建省泉州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文化底蕴深厚 美食文化也是远远流长 这里不仅有各式各样的海洛大餐 也有种类繁多的传统小吃 少侠是当地电视台的美食节目主持人 我们请他来当一回美食向导吧 带你去吃一样 你绝对绝对没有出过的东西 什么呀 啾啾啾 啾啾啾啾是什么 跟我走了 好吧 原来少侠带记者来的是一家专门吃螺的店 这里只有一种食物 那就是各式各样的小海螺 全螺液 那么多螺 你猜猜哪一个是啾啾啾 哪一个是啾啾啾啾 啾啾啾啾啊 对 我刚才讲的啾啾啾其实就是啾啾啾 啾啾啾啾 那 是不是这种 这种我觉得一丢丢一小小的 对了 加十分 对对对 这个就啾啾啾啾啾 它就叫啾啾啾啾 它为什么叫啾啾啾啾啊 因为 这种味 哦 这是一个响声词是吗 对对对 啾 吸一下 有啾啾啾的声音 它叫啾啾啾啾 好吸吗 这个不就小 你试一下试一下 这个要有技巧的 不好吸 我吸不出来啊 给你示范一下 这边别拍啊 剪掉 你也没吸出来 真挺难的 换一个试试 再换一个 吸出来了吗 嗯 哦 好厉害 嗯 这种啾啾啰 只有半个小拇指指甲那么大 虽然尾部已经被剪掉 但是记者吃起来 依然觉得没那么容易 出来了吗 即将出来了 哈哈 我真的 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又出来了 你的嘴唇要有爆发力 用力 用力一吸 在关键的时刻 吸一吸 我是不是要气沉丹田 对 然后中气十足 对 吸奶了力气就对了 我吸出来了 呀 呀 成功了 此处应有掌声 好棒 确实不容易啊 天呐 我要到你们田州来吃美食 还需要 还练就武林绝学才行 对对对 我虽然吸不到肉 但是我能吸到花生酱 花生酱好好吃啊 嗯 又甜甜酸酸的 花生酱点几率是最高的 8%的人都会点这样的 而且很香 是 然后螺的味道呢 又很鲜嫩 嗯 所以综合起来就是 又甜又酸又香又嫩 好 我可以吃的 火锅 除了 一开始 尝尝 我 把这嘴巴 没喝 一开始 我 我不大 不吃 还能吃 那 我 还能吃 就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到了泉州 还有一种非常著名的美食 那是一定要品尝的 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吃鱼丸了 在泉州 吃鱼丸的方式 就是高汤煮一下 然后加一点青菜 这种食物叫做水丸汤 你看你看 这就是最出名的 就这一锅了 肉丸 鱼丸 这是沙鱼丸 这个丸啊 13岁 听说13岁就开始卖鱼丸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天天 十年以来 天天都在做一碗 人家都都做 记者和少侠各点了一碗水丸汤 好弹啊 对 你要把它扔在地上 它会弹跳起来 特别特别弹鱼啊 有没有 Q 好嫩 这种为什么是这种品状呀 因为就是像肉丸 它是这样挤一下就一颗 那这种我也不知道 捏出来的 应该是想捏 这种更筋道一点 对 圆圆的更嫩一点 然后这种更筋道一点 提醒你 发芙特 我们就卖了 这种更筋道理 是 我们实际上一国下 军 Hakk 我们要把这种品牙 还是 而且 抓住 他 by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工鱼丸不仅是全州几代时刻的先头号 也是几代处事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责任 我小的时候不懂 这鱼丸有什么 还不就玩什么 然后这两年回来之后 通过跟顾客啊 然后一些叔叔阿姨他们的了解才知道 就是鱼丸在他们心中就是一种情感 欢迎来到福州 也欢迎格格姐来到三方七巷 也很高兴来到福州 我手上吃的是鱼丸 我这个是肉燕 对 就来到福州的话 来到三方七巷 你一定要吃这两样小吃的 但是光光这两样小吃呢 真的不能够足以代表福州的美食文化 周文辉是福建新闻频道一名主持人 同时他也是位美食爱好者 就让周文辉带我们寻找一下福州的美食吧 周文辉带着我们来到的是老药州街 他说这条街里有非常多老福州地道的美食 喝喝看 喝喝看 形容一下 嗯 花生很绵软而且甜甜的 对了 福州人怎么来形容这个花生 就是他们的花生粒怎么好 就是有一个很形象的词 刚刚你已经说出来了 就是绵 绵软 绵 绵 对 就只让一个字就够了 花生汤甜度控制得很好 花生软烂 入口即碎 所谓没牙脖的寓意 就是没有牙齿的老人家也可以吃哟 那你家的花生汤好喝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大火 小火 中火 就是这样的 什么时候大火 什么时候中火 开开始的时候是叫大火 差不多的时候叫中火 后来就变小火了 就这样慢慢地熬 就这样子 这也是有经验的 没牙脖卖花生汤已经有八十年了 是非常地道的辅助传统甜点老子号 糯米饭香气扑鼻口感筋道却不沾牙 有很多人就是冲着他们的芋泥来的 出锅后还热腾腾的 芋子没有完全碾碎 保留了一些芋子块在里面 咬一口吃在嘴里 香气溢满口腔满满的幸福感 厦门是一座美丽的海边城市 这里风景秀丽 气候湿润温和 提起厦门当地的美食 那也是丰富多彩 特别富有诱惑力 图强伦喜欢研究美食 在厦门餐饮行业中已经打拼了多年 作为美食爱好者 他将带领我们寻找当地的各种美味 在厦门市洞西路的祥和广场美食商圈 图强伦带我们来到这家餐馆 据说这里有位名叫蔡约珠的阿姨 她制作白酌鱼 在厦门很有名气 被誉为厦门的一道名菜 很快蔡阿姨及几位厨师 就做出了几道特色小海鲜 图强伦还特意邀请了 同样喜欢研究美食的好朋友周虹 准备一起给季乐介绍当地的美食 这个蘸一点 加起来就会弹性 这个Q性十足 感受它的弹性 蘸一点这个酱料 这个特别制作的蜜汁辣椒酱 蘸一下口味肯定很好 这个是倒一点甜的 对对 微辣倒一点甜的 倒一点那个大蒜 蒜蓉味 然后要是不喜欢吃甜一点 它就是酱油跟芥末 比较翘 第三盘就是大概醋跟酱油 这个口感吃起来感觉特别爽脆 对特别爽脆 对对对 而且它吃起来就是凉凉的 不过要让章鱼变得美味 吃起来的口感清凉爽脆 制作过程就要特别讲究了 蔡约珠阿姨制作章鱼已经三十多年 在多年的时间中 她逐渐摸索出了一套 专门针对章鱼的制作方法 蔡阿姨说 要做好章鱼首先在选材上就要注意 一定要选新鲜的活的章鱼 随后将购买到的活章鱼 立即放入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冷藏室中冰冻一晚 第二天拿出章鱼自然解冻 记住小窍门哦 在这期间可不能碰水 不能冲水 因为章鱼一碰到水 就是变成口感没那么好 不会脆 要自然解冻 解冻也不要解冻太厉害 解冻太厉害 它的鲜度就没掉了 就是还要带一点冰 将章鱼自然解冻后 在里边加一些盐 随后就要开始磨章鱼 蔡阿姨说 这是制作章鱼最重要的工序 所谓磨章鱼 就是手在盆中不停地用力搅拌 揉搓章鱼 去除粘液 保证章鱼口感的爽脆 这道程序大概持续一个多小时 中间不能停歇 否则会影响章鱼的口感哦 大概要加工一个多小时 就完全要靠手工 对对对 那如果机器来搅拌行不行呢 机器它就会断 搅到差不多它就断掉了 你手工可以控制它 记者发现 经过不停搅拌后 原本软绵绵的章鱼 逐渐从外形上有了变化 变得鼓掌坚挺 刚开始磨的章鱼是软绵绵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这是已经我们是做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是吧 对对 已经磨了一个半小时了 这两个是明显的感觉 明显感觉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啊 它这个好像也鼓起来了是不是 鼓起来这个还是这种软绵绵的 完全就靠手工的这种口庭的这种旋转 磨好的章鱼轻轻一掰就会断 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脆度 接下来将章鱼冲洗干净后再做一些修剪 然后在开水锅中先煮一些姜片 以便去腥 烧煮一会儿捞出酱片 加入章鱼 大火煮30秒左右后就捞出 然后立即放在漂浮着小冰块的冰水中 让章鱼迅速冷却 冷却就会产生脆的口感 冷却后的章鱼捞出之后 再放入储存罐中 加入冰块二次冷却储存 等客人点餐后就可以随时上桌了 这道看似简简单单的白酌章鱼 要产生冰凉爽脆的口感 付出了多少食客们不知道的辛苦和努力啊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 这俗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那在福建的一些沿海城市里呢 美食大都是以海鲜为特色的 当地人甚至自豪地告诉记者说呀 这里几百种的海鲜种类呢 即使你每天换着样的吃 也可以保证至少半个月以上 每天都不会重样 那喜欢海鲜美食的人 是不是已经经受不住诱惑了呢 另外在厦门和福州这些繁华的大都市里呢 有一些夜市还是值得您去逛逛的 那像厦门的中山路 下河路 连前东路等等 还有福州的三方七巷 古西路的老街夜市等等 都是美食比较集中的区域 好那下期节目呢 我们要跟您说说湖南菜了 湖南菜又叫香菜 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八大菜系之一 那早在汉朝呢 就已经形成菜系了 是以湘江流域 洞庭湖区和湘西山区 三种地方风味为主的 那香菜呢 调味注重酸辣 口味浓郁 是无辣不欢 像剁椒鱼头 小炒肉 口味虾 还有街边的臭豆腐 那这些菜 哪个才是您的最爱呢 下期节目啊 我们就去湖南 品尝一下美味的香菜辣 欢迎您到时收看 好了朋友们 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